在热化朋友的娱乐圈,无数明星缺间的脑袋卡出名,有的一辈子都没有拿到成名的机会,有的人在出道很短的时间内,就有大好的机会找上门,能够抓住机遇就迈向了成功的第一步,而有时候不是所有的机会到来都能马上抓住。 今天要说的这位女演员,年轻的时候名气比肩贡地,却因为一念之差错失成名良机,然而命运对她却始终过于宽容,虽然让她错过爆红的机会,却给了她一个完美的婚姻。 1987年张艺谋指导的电影《红高亮宏集一时》,这部电影不但拿下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《结金雄奖》,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,还让张艺谋的名字抢于国际影谈,更狠红了女演员共地。 自那之后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孩在娱乐圈展开双翅,最后走出国门,成了在国际影谈上都享有盛誉的一流影星。 张艺谋对于巩俐成名的意义非凡,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,《红高亮》这部电影对于巩俐来说也是互相成就。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当初《红高亮》女主角的第一候选人并不是巩俐,而是今天要说的这位女主人公,她叫石可。 石可和巩俐是同班同学,当年中系85集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五朵金花组合,他们分别是巩俐、石可、金莉莉、吴宇娟、成为。 在学校的时候,石可的名气甚至比巩俐有过之而无不及,措施红高亮成就了巩俐,被问到是否会觉得后悔时,石可略带调侃地说,一旦有机会绝不放过,不然就是现在我们,她和巩俐之间的差距,诚如石可所言。 巩俐在这之后名气扶摇之上,石可虽然也是细约不短,但是她和巩俐至今的差距却慢慢被拉开,虽然事业上没有大红大紫,石可却在另一条道路上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。 石可在36岁那一年嫁入了豪门,说起她的现任丈夫,两个人相识的过程也是十分浪漫,巨悉,石可实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遇到了丈夫,后来两人感情稳定,就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,丈夫是一位身家不菲的瑞典富豪,除了有点秃顶之外,身材高大强壮给人一种很大的安全感,而且从2000年结婚以来,石可被这位富豪丈夫专行18年, 18年的婚姻生活里,石可一直过得非常幸福,而且在这期间,石可为丈夫生下两个混血儿子,儿子们慢慢长大之后,变得越来越帅气,尤其是大儿子外形轮廓已经十分硬朗,是标准的混血帅哥,除了婚姻幸福之外,石可的事业也开始在这几年突然有起色,2016年石可主演了电视剧《娘道》,这部剧目前正在热播, 54岁的石可在剧中依然令人惊艳,而且演技简直掉打剧中的其他女演员,这部剧播出短时间内就收获了不俗的成绩,石可在剧中人气也一度超越了女主角,看来石可要靠着这部剧翻红的节奏了,前段时间。